哈囉各位親愛的寶寶媽媽大家好 我是杜媽 今天想和寶寶媽媽分享的小事 就是很多寶寶媽媽不知道怎麼幫小朋友來製作副食品 每一次要製作副食品的時候都很痛 你還要做什麼 很麻煩 或者是說朋友會給你很多運氣 給你很多運氣的時候 你發更加什麼樣的受諸無錯 都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做 那今天呢 我會簡單的製作一下副食品 來跟寶寶媽媽分享 其實製作副食品 副食品 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那我們究竟如何來為寶寶製作副食品呢 以及我們該從什麼時候才開始 因為很多人的說法都不一樣 六個月八個月 現在呢怎麼樣 應該實在的改變 建議寶寶們從四個月開始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開始餵食副食品 那因為21世紀 很多事情都在更新改變 所以對於教養寶寶 也都會更新改變 而且經過醫學研究 提早餵食寶寶 食用副食品 反而有助於降低寶寶過敏的現象 還有呢 增加寶寶抵抗力 就我自己15年突兀的經驗 也明顯發現 真的 寶寶如果從四個月開始 就食用副食品的話 而且你越是豐富 多樣 不是那麼樣的單一化 不是那種連續性的單一化 天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都會逼到病戶裡面當冰磚 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 不用這樣子 你可以每天不同的變化 那小朋友在接受食物的廣度跟意願 就會大幅的提高 而且會降低飄食的機率 這是我自己切實之心 我發現真的非常有用 所以我來跟寶寶媽媽分享 那怎麼樣製作副食品 寶寶不用再傷腦筋 很簡單 其實就是您今天晚上吃什麼食材 您讓您的寶寶跟你吃一樣的就好 不用把它想得太困難 您還要另外製作 就跟你吃一樣的就好了 比如說今天晚上 我待會要跟寶寶媽媽一起分享製作的 我今天有蛤蜊 我有菠菜 我有紅蘿蔔 我有洋蔥 等一下我會簡易的來製作 給寶寶媽媽來分享 首先我們先拿一個小鍋 然後將少許的米洗好 並且加入蓋過米的水 我們今天把它放置在電磁爐上面 然後開上中小火 接著呢 我們加入切好的少許的洋蔥丁 胡蘿蔔丁 跟米一起熬煮 水滾之後 我們將火轉為小火 熬煮個20分鐘左右 那在熬煮的期間 必須要留意鍋中的水是否有變少 如果水滾的太少 需要留意 是不是火開的太大了 或者是我們可以再加入小半碗的水 以免燒乾了 最後我們等米煮軟之後呢 我們還不要急著關火 這時候要加入剛剛切好備用少許的菠菜 以及四五個蛤蜊 然後呢 等到蛤蜊打開了 稍後再煮一下下 大概十秒鐘以後呢 十秒到二十秒看你個人了 然後你看到蛤蜊的飽滿度 就可以關火 接著呢 我們把它盛出個半小碗左右 一定要等待十分鐘 讓它溫涼之後 再將碗內的食材 來減碎 一定要減碎唷 然後呢 我們再以湯匙小口小口的餵食寶寶就好了 真的是非常簡單 又營養哦 在這呢也要請寶寶媽在餵食之前 一定要確定哦 您要餵食的那一碗呢 是溫涼的狀態 以免在餵食的過程當中燙到寶寶 有時候意外就是都是這樣發生的 要小心 然後呢剛剛跟寶寶媽分享的副食品 在四個月開始以後 通通都可以餵食了 不用再打成泥狀 然後只要煮的軟爛一些就可以了 還要把它剪碎 盡量剪碎一點 因為四個月沒有牙齒 六個月以前沒有牙齒 所以一定要剪碎、剪爛 然後呢我建議四個月的寶寶 以湯匙沾味就好 因為呢 其實我們並不是要讓寶寶吃到什麼樣的食材 非要讓他吃到什麼食材 其實不用我們只是怎麼樣 訓練他在吞咽的能力 學習吞咽的能力嘛 那如果是在寶寶 我們在餵食的過程當中 寶寶會 他第一次吃嘛 沒吃過這些東西 所以才請爸爸媽媽用沾味的方式 不要擔心會怕浪費食材 沒有關係 這是慢慢來的 是有次序性慢慢的對列起來的 所以爸爸媽媽不用急 用湯匙沾味就好 如果他第一次您餵他的時候 沒關係 等個5到10秒以後 再鼓勵他 妹妹我們再試一次 你好棒喔 我們吃看看 然後再沾味 一次沾味 再用湯匙再沾味一次 然後來餵食看看 你第二次他就沒有再做嘔吐狀 那如果說您在繼續餵他的時候 他還是 對嘔吐狀 建議您可以不要再餵了 因為呢 我們不需要給孩子任何壓力 爸爸媽媽自己也不要有任何壓力 非要餵完為止 不需要不需要真的 或者是說你也不要一開始就裝一大碗 你裝少少的 可能裝了一丁點就夠了 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也不要給小孩那麼大的壓力 小孩願意嘗試以後就非常了不起 哇你好棒 你也要吃吃看你 你今天有吃到蛤蜊 你也還有菠菜 你也還有葡萄 你也還有葡萄 你都吃掉了好不好吃 好好吃喔 在這個餵食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可以跟孩子有對話 刺激他的語言發展 跟他有親密的交流跟互動 這對寶寶都是很好的唷 接下來呢 六到八個月的寶寶 他們已經會慢慢開始接受推念食物了 所以我們人就只要將乳食材減碎一點 用湯匙小口小口的餵食就可以了 那八到十一個月的寶寶 他們就開始長牙齒了 癢癢癢癢癢 就慢慢發牙了對不對 也有自己抓實的避忘 這個時候我可以建議寶寶媽媽 我們可以把胡蘿蔔 南瓜啦 地瓜啦 馬鈴薯啊 今天我們把它煮得軟了一點 你可以切成細條 你可以讓他自己拿著握著 軟爛的喔 也不能是硬的喔 硬的話它會噎倒喔 很危險喔 所以你一定要確定 你這個湯匙一壓下去 它會怎麼樣 你一壓它就變得爛泥了 對不對 它這樣子握的時候才不會發生危險 不會有意外 好 讓他們自己抓握餵食 然後刺激他們小肌肉的發展 以及這個手眼協調的能力 那再來到了一歲以上的寶寶 就不需要再把食物講得那麼爛 也不需要煮得那麼軟 好 因為這時候我們就要訓練他們怎麼樣 他們長牙齒了嗎 我們要訓練他們咀嚼的能力 因為這個咀嚼能力呢 是有助於刺激他們語言發展的能力 還有機會 所以這個是要提供給爸爸媽媽 一定要刺激他們的 好 然後最後要和你爸爸媽媽分享的時候呢 分享的是說 我們在餵寶寶製作副食品的主要的目的跟用力 是在訓練寶寶怎麼樣 推念跟咀嚼的能力 那如果是寶寶在餵食的過程當中 他嘔吐這樣 他如果嘔吐 寶寶媽媽你們千萬不要拍他的背喔 很多家長尤其是 這個爺奶子 很緊張喔 馬上 他一邊咳他 你一邊拍他的後背 千萬不要拍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危險就是這樣發生的 他那個可能會吞到 不是吞到 可能會掉到氣管裡面 這樣一拍 導致他怎麼樣 食物掉到氣管裡面發生窒息的危險 那更麻煩 所以不要拍 當孩子發現嘔吐咳嗽的症狀 請你一定要讓他鼓一下自己咳出來 咳咳咳咳 讓他把東西咳出來 千萬不要拍他的後背 免著食物掉到氣管發生危險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寶寶沒有辦法自行呼吸 寶寶媽媽馬上打119尋求嫌素 並且要幫孩子做哈姆麗科技救法 然後呢 另外兩點要提醒寶寶媽媽 那是說 第一個 這個堅果類的食物啊 千萬不要在寶寶三歲以前提供 不要提供給他 為什麼呢 也是避免發生椰柱的危險 而且呢 寶寶滿三歲未死的時候 也必須有大人必須陪在旁邊 更不要讓孩子在吃東西的時候 跑來跑去邊吃邊玩 真的很危險 然後意外都是這樣發生的 寶寶媽媽已經看過 都知道 做好吃 不要亂跑 好 第二個呢 寶寶一歲以前 千萬不要給什麼 蜂蜜 為什麼 因為蜂蜜啊 它有肉毒感菌 寶寶呢 對這個肉毒感菌 它沒有消化跟對抗的能力 嚴重的話 還會引發生命的危險 所以寶寶媽媽一定要切成 一歲以前千萬不要給蜂蜜 不得不慎 那我們今天這個副食品 做分享 就分享到這邊 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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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家長有問我 寶寶的年齡該用什麼樣的餐具使用 那我在這邊檢閱的跟寶寶媽媽介紹一下 那通常我剛剛有說 我們餵蜂食品的時候 四個月啦 就用這種小小的湯匙 張圍就好 不用太大的湯匙 太大的湯匙 他們嘴巴還很小 塞不進去 一點點就好 你們可以去那種 應用而用的麵 他們還會有那種更小的湯匙 你們可以試試看 慢慢大了 你可以再換比較 這個湯麵 湯匙麵大一點 然後小朋友這把可以這樣比較大 可以餵 然後呢 像一歲半 一歲半左右 他們就會比較有 這個欲望要自己餵食 那通常一歲半 他會開始自己吃水果 所以用手也沒有玩一些 用湯匙 你還是用湯匙 他的造型是這樣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這樣讓他握住 然後讓他自己餵食 小朋友吃的能力都很好 因為這個曲線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很方便 然後再大一點 兩歲了 我會用這種比較粗的湯匙 那可以這樣拿 這樣拿 這樣 這樣拿 這樣拿 都可以 看小朋友他們習慣的方式 慢慢他們就會 小肌肉發展會越來越成熟 他們就會拿得越來越好 就可以自己很順利的吃 那有些家長 可能兩歲或兩歲半 就開始去念用這種 這是我們家長帶來的 用這種筷子 把他們自己夾著餵食也是可以的 都不要太強迫 慢慢來 也不用太緊張 有些他們還是會學會的 那這是一項跟家長 分享的這些 使用餐具的一個 簡易的介紹 那希望能夠被家長帶來的 我也是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